我在十大美術系覺得這堂一定必須上的課程 那我會介紹必修課還有選修課以及系外的通識課 再讓我喝個水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美學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堂課帶給我的意義真的是非常的深遠 我覺得是十大美術系帶給我最有意義的一堂課 那這堂課是必修所以你也不得不修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就是可以促進你去不斷的去思考說 來自於各學者的美學理論然後 去分析一些 不論是別人作品還是你自己作品的背後的意圖 那這堂課的老師真的是非常認真的 他就是會很努力的去教我們說 就是很努力的去傳達一些 很玄的東西因為其實我覺得美學他就是跟哲學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那大家也知道哲學有些地方就是 很玄你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去思考去反思才可以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康德美學那老師就會教我們 就是 怎麼樣是品味判斷 那品味判斷其實是主觀的 它來自於所有官人知覺的自由協同 那在上完這些課呢 就是 因為就是這些東西都很玄嘛 然後又很深奧 所以老師會給我們回家作業 就是呢 你就是要把你課堂上 所學的那些 PPT的內容 然後老師授課內容 把它寫成筆記 然後筆記呢 筆記裡面你還要分享就是 你覺得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的事情是有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你什麼樣的作品 以及你遇到什麼樣的議題 是跟 這一堂課所教授的單元是相關的 你也可以分享在上面 那透過這些筆記作業呢 就是 我會去也就會 促成我去反思 我生活上 周遭所遇到這件事情 是不是跟這個有相關 然後 就會不斷的去反思反思反思 然後就漸漸的呢 我就是透過這個筆記作業 我去養成了反思的好習慣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有名的柏拉圖洞穴預言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有趣 應該有很多人聽過 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個圖看起來有點 同趣的部分請大家就是 稍微見諒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是我從 我自己的美學筆記然後把它排下來的 那首先大家可以先看到 囚犯乘以N的部分 就是柏拉圖的洞穴預言 他就是假設 一個洞穴裡面就是 見不到光的洞穴裡面呢 裡面有數個囚犯 然後他們囚犯呢 就是手腳都被固定住 然後脖子 也是被固定住啊 然後只能看單一的方向 他沒有辦法往左看 或是往右看 那 就是他就是只能看到眼前的影像 那 囚犯後面呢 就是有 操偶者 他們會操動著木偶 然後木偶就會藉由後面火光的反射呢 然後投影到囚犯眼前的牆壁上面 那 囚犯的世界呢 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就是 僅限於就是這些投影的 木偶的那些互動 所以對於他們而言這些 木偶的影像呢 就是他們 他們的一切 那麼有一天呢 就是某個囚犯 他被釋放出去了 那他就爬出了洞穴 然後他對於外面的世界感到很混亂 就是 這跟我認知的世界不一樣 就是 我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些投影 那這些世界怎麼跟我認知的不一樣 那他就花了一些時間適應 才發現 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 所以他就趕快跑回去跟他的 囚犯乘以N的同伴們講說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假的 外面才是真的 你們知道外面有什麼嗎 但是因為那些囚犯乘以N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說 因為他們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外面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們就只能理解前面 眼前的這些投影的事情 因為沒有辦法理解呢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個已經出去過的囚犯了 他是 是叛徒 就是 他是不可信任的時候就把他殺掉了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普拉圖洞穴預言 就是 回應到了我剛剛說的 就是 其實我們腦袋呢 就是常常因為 一些社會化的 制約 然後就是導致我們的視線 就是 變得很狹隘 那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透過這個例子 讓我們去理解 就是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就是 美學科帶給我很重要的意義 再來就是素描課 那這一堂課也是必修 那我分享的素描課呢是 繪畫組的 素描課 因為我們 素描課就是還有分繪畫組跟水墨組的 那老師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邊會分享的是 繪畫組的老師 那其實你也不用擔心說就是 蛤?繪畫組的老師 那如果我以後考水墨組的話怎麼辦 我不就遇不到嗎 其實你還是可以選擇繪畫組去修課了 對 只是 通常系辦公室會比較不樂見 因為就是怕說 就是另外一個老師的課 會沒有人修 但大家就是可以稍微聽一下我的建議 然後 去看一下你到底要選擇水墨的 素描還是繪畫組的素描 因為我覺得水墨的素描其實也是很有趣的 然後 那我覺得這一堂素描課呢 與國高中的學習真的是非常截然不同的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有一個 單元就是一張紙的思考 那老師就是 把一張紙就是折成很多個格子就是對折 對折再對折 然後對折之後呢那張紙就會變得很小嘛 那你就要在很小的那一面呢先畫 第一個系列的故事 然後再打開 然後再畫第二個系列的故事 然後再打開再畫第三個系列的故事 就是 一直畫一直畫 它變成最大張的為止 那 就是 透過這一張紙呢 就是 你就很像用一張紙 然後創作你自己 屬於你自己 一系列的故事 那它也不一定要是你的人生經歷 就是有關於就是 一些你的想像啊 或者是議題的呈現 其實也都是可以的 那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它跟國高中的素描課很不一樣 國高中就是很像就是 就是擺一個鏡子 然後讓你在那邊寫生 或者是說給你 一張照片一張什麼 然後讓你去 組成 然後 去畫它 那我覺得這場素描課它反而 沒有那麼注重就是說 物體的描繪的技法 它反而是在 很努力的去挖掘你的創作能量 因為每個禮拜的作業還有課堂檢討 就是會不斷的push你說 就是 天啊我這一次的創作是不是 好像 就是其實 並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 可是因為每個禮拜又有作業 你就是必須要 很努力的去想說 喔我應該要怎麼樣精進我自己的作品 才可以就是獲得老師的青睞 也不是老師的青睞 老師的青睞當然很重要 最終老是獲得你自己的青睞 那再來就是陶藝課的部分 那它是我們系內的選修 那 那個陶藝課老師 是來自於台藝大的老師 那 我覺得他的 台藝大老師跟師大老師的教學方式 還有一些 藝術的想法上面是真的 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假設你有修這一堂課 你也可以 就是 除了陶藝有關的問題呢 可以跟老師討論之外 有關於藝術其他方面的問題 也可以跟老師討論 老師就是 會給他自己的見解 然後 就是 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還有這樣的見解 就是跟我平常想到的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就是陶藝課 不論你就是 是不是想要往專業的走 還是就是純粹的興趣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 一修的一堂課 我覺得念念屬於自己的陶瓷小物 就是 都是很療癒的 那很有趣的是就是 我們 系上美術系的同學 還有自己組成一個工作 陶藝工作室 叫做徐火小社 那就是只要你有修過陶藝課 然後獲得老師以及 就是工作室內 同學的認可 你就可以加入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加入 徐火小社 那這裡會定期 舉辦工作營啊 工作營就是會 就是老師會教一些你在 陶藝課上面沒有學到的東西 因為陶藝課時間有限嘛 老師能教的東西其實也 就是也是很有限的 那透過工作營老師就是可以 教授我們更多有關陶藝的知識 那你也可以盡情使用陶藝教室 因為 我們的陶藝教室是只有 有修課的人跟工作室的成員可以使用的 然後 再來就是你可以在 各式的文創市集上面 販賣自己的商品 我們徐火小社啊也會 就是 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市集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 做一些 就是 你的作品像是一些 很可愛的小動物 或者是 一些很烈奇的小玩意兒 或者是 一些杯子啊 碗之類的 然後在上面販賣自己的商品 再來再分享一下 就是鑽課的部分 我覺得想要分享這一堂課 真的是因為 老師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就是老師總是 第一個到 然後最後一個離開 因為他就是 每次都會 會很用心的去改我們的印章 然後 每一個印章都會改到 盡善盡美 可是我們就是同學有一次 有時候可能就是 不會只有刻一個章 他可能會刻兩個三個 甚至是很多個 那老師也是 就是他不會只有改一個 他就是會全部都幫你改完 然後如果要全部改完的話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嘛 所以老師總是 就是在上課前 兩三個小時就到了 然後 下課又是 後兩三個小時才離開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認真 而且非常用心 那他就是會 在修那個印章的時候 他都是一對一的示範 會讓同學就是更了解就是 刻章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然後再來就是裝表課的部分 那我們裝表課其實是兩堂課組成 他就是 第一個就是裝表基本計法與測驗 以及掛軸與對聯 那他們就是分別都是兩小時的課 可是老師就是要求說你這兩小時的課必須一起修 因為 裝表的 過程其實是非常繁瑣的 只有兩節課的話 絕對是不夠的 所以就是 裝表課的話他會要求你就是四節連續一起上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修這堂課的話 你必須兩個學分都要選 那我們的裝表課是在 我們學校的文物保存中心上課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非常有趣就是 因為他是要做文物保存嘛 有一些作品是需要 就是因為有機密性或是需要保密 所以我們在裡面也不能拍照 然後除了上課之外我們根本沒有機會 踏進去的神秘空間 那我覺得 就是這堂課呢 他會讓你體驗表化流程 然後在實作的過程中你也可以跟老師學習到有關文物保存的知識 那如果你對於文物保存有興趣的話我覺得這堂課也是非休不可 先讓他去inst作的 在我用來練習 就在深呼唇 不然 因為我們可能會打敏 但歌聲 我們會打敏 我們會打敏